我们做到了 一 二 三 吴宗贤和KID 小鬼黄红生一起爬河欢山 这是去年9月 综艺完很大的特别计划 但小鬼的促势 让这组合成了绝响 没能在小鬼在世时 一起拿座金钟奖 是吴宗贤与KID 心中最大的遗憾 今年多了一点私心 好不好 还有小鬼 加油 妈妈 我们这个 说要带你登上最高峰 别想让你可以太高了 凯妍今年特别想拿奖 但碰上了对手各个强劲 去年的奖座得主曾国成 这回再以一字千金 以及韩徐奈琳 张文琪 徐凯夕 共同组织的天才双双双双 双调入围 找到千姑 我请问一下 你过年会期望 希望来年能够找到千姑 尤其今年还首度开放 网络节目报名 让曾宝宜也凭着自制的 我们回家把入围 这个步调在台北上 看不到 然后你回来你才会觉得说 原来是这么的单纯 她是美食旅游 然后她也是疗愈的访谈节目 她是我很想做的节目 同样也是温馨路线 以一个都不能少 入围综艺节目主持人 讲的黄紫焦 则是要帮艺人 找回昔日同学办聚会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都没有上部电视 确实在技术上 她的难度是 我心中大概前三名 而由胡瓜与阿翔主持的长寿节目 《综艺大集合》 则因应一行改为宝眉录影 在有限的空间内做出创新 噪音一吹 横跨不同领域 却展现绝佳默契的 吴珊如 唐启阳 颜亚伦 也以三十六题爱上你 拿到入围门票 还有用趣味方式 出广台语文化的 维三 维碎 维玲楼 主持人彭佳佳 汉曾三度拿下广播金钟奖 流行音乐主持人奖的马世芳 今年首度与音乐万万岁 第四号作品 刷进电视金钟奖 无论是个人秀或打团体战 主持人们坚守自己的岗位 展现自我也让节目发光